8月9日,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枪汇山军营组织无常献血活动,约400名官兵共计献血约16万毫升,这是自1998年以来驻香港部队组织的第22次无常献血活动。 22年来,驻香港部队共8600余人次参与该活动,共为香港市民献血约370万毫升。 上午9时20分,献血活动正式开始,驻军官兵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引下,以此完成信息登记、检验、采血等程序。 据了解,参加此次献血活动的男性官兵约390人,女性官兵11人,每人献血量分别为400毫升和350毫升。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义务总监李卓光表示,多年来,驻港部队一直是单日献血活动中献血总量最多的, 血液没有替代品,全靠无私的献血者支持。 驻港部队每年都积极地为香港市民献出宝贵血液,帮助了无数病人,让他们重拾健康,感谢驻港部队对香港市民的爱护。 不少官兵称,这是自己加入驻港部队后首次献血活动,身份不同,责任和意义更大。 22岁的罗亚利来自湖南,作为陆军新兵首次参加献血活动。 他称,献血是一个光荣而重要的活动,能帮助到更多人,让他感到荣幸和开心。 这次是我参军以来,作为一名军人第一次献血,就是身上的担负的责任会更重一些。 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香港人,我觉得非常荣幸,也非常开心。 21岁的邝明杰来自广州,一是首年以驻港官兵的身份参加献血活动。 他称,自己既紧张又兴奋,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。 我来自广东广州,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里面献血嘛,就觉得挺开心,一开始也是挺紧张的。 最大意义的话,还是能帮助到别人吧,帮助到别人的话,我也很开心,也很乐意去参加这种的活动。 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,我还会参加。 今年是黄家明来港的第三年,也是他第二年参加献血活动。 少了一丝新兵的新鲜感,黄家明显得淡定从容,驾轻就熟。 他说,参加献血活动能让他获得满足感和荣誉感。 说起这座相处了三年的城市,黄家明称,感觉很好,市民们友好礼貌,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他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活动,为香港市民多做贡献。 驻香港部队副政治委员陈亚丁少将,当天已来到现场。 陈亚丁称,进驻香港22年来,驻军始终不忘初心,坚决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。 今后,议会继续发扬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,致力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。 进驻香港22年来,驻军始终不忘初心,坚决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,忠实履行驻港使命,热心投身公益,积极服务社会。 今后,驻军将继续发扬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,致力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。 坚决从邪恶分裂势力作斗争,始终爱港亲民,积极参加公益活动, 以实际行动加强与香港同胞的血肉联系。 据了解,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以来,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 注重加强同香港社会和市民的沟通交流,组织了一系列公益活动, 如义务植树、无偿献血、为老爱幼等,不断增进居民关系,受到香港社会的广泛赞誉。